再到東側看看搜救進度如何 還有交集等待的家屬們用哪些請求 接著連線記者 李芷瑄 芷瑄請說 拉過去就蹲下 小主播 各位觀眾 今天呢 整個就業行動已經進入到了第四天下午 而現在呢 我們所在的位置呢 就在圍貫大樓的東側 而可以看到呢 現在其實現場相當的吵雜 因為呢 大約有三到四台的重機具 同時在進行作業 所以看到呢 原本已經崩塌的大樓呢 已經大部分已經被肢解成為瓦礫堆 而就在剛剛呢 也有一位自稱是魏佑金的先生 來這裡找家屬 而他的弟弟呢 魏俊傑 就有可能是在地震當天 來這裡找住在F13的女友的那位魏俊傑 我們來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那時候就一直打 其實我們家人都很焦慮 那時候我們不知道他是住這裡的 是因為除夕那天晚上接近12點左右 公司打電話過來我們家 讓我爸接到說 他沒有去上班 對 然後因為發生這件事情 我們才說啊 會不會出事呢 那後來公司有跟另外一個女生 他們家 跟那女生聯絡才知道說 那我弟弟人在這個現場 對 好的 因為現在呢 整個的黃金救援時間 其實已經超過了 所以整個救援行動呢 也變得更加的焦急 所以在今天呢 其實已經出動了大型的機具 來加緊整個作業 也可以從畫面中看到呢 甚至出動了一個直徑長 一公尺的重錘呢 直接敲在大樓的外壁上 而且直接敲在主要的鋼梁上面 就是希望能夠破壞主要的結果 你可以看到呢 因為在電燈當天呢 有一位叫魏俊傑的男子到F13找女友 不過到目前為止下落不明 又過了黃金72小時的救援時間 他的哥哥剛剛魏俊傑到現場交集等候 而現場的怪手也在持續作業